你有帮助祝国荣啊 黑色外套 帽子 口罩 包紧紧 中信船长在刑警带领下进入北检 国保集团总裁祝国荣 疑似就是搭他的船 展开逃亡 穿着土色外套 面对媒体也不发抑郁 他是中信船长的儿子 副职党一共三人遭检察官传唤应讯 经过几小时 两位儿子分别各以十万元交保 杨信船长则是三十万元交保 父子先后离开北检 朱国荣的真信秘书 六十万元交保一出来 立刻被亲友用外套盖头带走 这回检掉大动作一共约谈九人到案 就是要搞清楚朱国荣到底藏在哪 又是如何逃亡的 国保集团总裁朱国荣 涉嫌掏空炒股内线交易三大弊案 去年9月7号 朱国荣最后一次到派出所报道后 就潜逃出境 由超跑达人周哲南居中牵线 从基隆八斗子到台南 再到菲律宾 外船又搭机飞到澳洲 最后落脚在太平洋岛国万纳渡 到这里直接人间蒸发 传出被软禁 朱国荣逃亡后 到底在哪 外界众说纷纭 一度传出他在中国上海广州一带被逮捕 但刑事局跟中方 几多个国家求证都未读未回 而帮助朱国荣潜逃的超跑达人周哲南 因涉及台中银行洗钱案 遭新北减击压 检方也将择日提讯 厘清案情 这会约谈九名关系人 就是要厘清多条线索 评凑这位逃亡大亨的落脚处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